接著我們來看看另外一個應用 在這邊 我們剛剛在那個 這裡 有一個文創園區這一種 像這樣 如果今天有 要在這邊 做一個展場複製 不管你是做裡面的還是做外面的 如果我想在地上 放一些就是展覽的資訊 在牆上放一些展覽的資訊 請問 你如果設計好了 那 老師想要先看一下大概出來會是像怎麼樣子 你怎麼放上去 你應該還是用剛剛的方式嘛 圖把鏈開出來 雖然可以 但是很辛苦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張圖 有沒有比較好的方式可以拿到 我們剝校裡面來這樣做 一樣的 我這裡就 這一張 我就先關掉了 OK 那我拍一個新的 好 我在這裡一樣把剛剛那張貼進來 有了 那麼 這一張 這一張 雖然不是盒子 可是一樣可以 變成消失點 但是呢 還是提醒大家 請你不要坐在圓圖這一層 先新增一個空白圖層 這樣比較OK 好 確定了 我再進入 我們的消失點 那 一樣我可以從這邊 你看 我們這裡的話 我先畫給你看 我先找到它的 有沒有 透視的點 它是這個面是這樣子 對不對 那等一下我們再把這個面 延伸出來 我就變成一個 L型 其實我們在AE裡面也會這樣做 我們現在 上一次 我們已經有一個作業了嘛 對不對 3D的 平常現在都是膠規啊你就畫一個然後就只有什麼 前後對不對 一個在這裡一個在這邊一個在這邊 那這樣照過來就有陰影 可是呢其實我們在AE裡面也常常用這種L型的 為什麼因為這樣子的話呢我照出來的話會比較立體 好 那沒關係我們就來試看看喔 現在 樣用這個工具 點一下 你不一定全部啦 全部都要做你也可以就 就事後做好之後再延伸 好我就從這邊 下來 到這裡 到這邊 有沒有你只要是藍色的 都還在它的所謂的允許的範圍 這樣就有一個了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下來一點 好我們下來一點 大概是這樣 好那這個點過來過來 你可以超過它是沒有關係的 那這個呢我確定這樣子 我都對好了會不會延伸上去 當然可以啊 如果你像這樣延伸上去也可以甚至你要再跨過來也OK 好那我這個面有了 我下面可不可以延伸出來 可以的 好所以呢記得喔我中間是不是在這裡 所以 你用這個工具 從中間這裡再把它擠出來 點到它 好從中間喔往外推推推推有沒有 這樣就推出來了 那這個面呢現在這樣子我可以往前推 可以嗎 我可以再往前 拉伸拉伸 把它怎麼樣 撐開撐開 這樣了解 如果你要再縮小一點 你就把這個 有放它進嘛 在這邊比較可惜的是 就是那個快速鍵好像不能用 所以沒關係我們就像這樣子把它再延伸出來 延伸出來 好 不一定要盪滿啦如果你東西沒有到這邊 你用這樣也可以 好那現在這樣子呢我就先把按確定囉 你看 我先把按確定 好如果我的LOGO 一樣在這裡 複製好了 再拿進來 進到 消失點 OK OK TOMTEL加V貼上 又是好大一個 收小 其實你只要在那個框框裡面喔它就有 就有這樣的感覺了 有沒有在地面上 它已經自動把你延伸出去了 好來看一下 還是蠻大的 對還要再縮一下 縮縮縮縮縮縮縮 拿出來 很大的 這樣有沒有就符合那個 對不對 那你要移到這邊來 這樣子也可以 那請問可不可以轉彎 當然可以啊 你看 我們平常在端點上面是這樣 外面有沒有可以轉彎 跟平常你在用那個 調整工具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我如果拉到上面好轉彎 轉轉轉 這也可以轉 都一樣的 所以 你如果確定好了 當然就可以 給它 點到旁邊 好給它旁邊確認一下 確定 確定 這樣 我們的塗子就進來了 好 像這樣子 那這個是最簡單的 所以你Elogic也可以這樣用 那麼我今天如果 除了這個以外 我可不可以做其他的 當然可以喔 因為它還有其他的工具可以使用 你看喔 我們在這邊 即使你只有一個面也可以用 來我問一下各位 就是 你有沒有用過 我們有一種 叫做 印章工具 有對不對 Photoshop裡面有印章工具 那這裡面也有印章工具喔 那這個是要做什麼的 來我們看一下 點到這個印章 你可以看到他有他的直徑 就是他筆刷的大小 還有他的硬度 不透明度 那這裡還有修復的功能 那如果你單純是要做複製的 就當印章來蓋的那一種 當然 修復就關閉 那如果呢 你有把它打開 就有點像我們Photoshop裡面 有其他的那個 紡織印章一樣 他還可以跟背景做什麼 做融合 比如說你看 我們在這裡 你有發現我們這個 雨水管 雨水管是這兩根 可不可以這邊也多一根出來 這裡怎麼會多一根 可以啊 那我就用紡織的喔 來你看 點到他 各位記不記得你用紡織印章的時候要搭配哪一個快速鍵 我們不是要設定一個來源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 搭配 是不是這個快速鍵Photer 好所以我搭配紡織印章我就在這邊來吸一下 好點他一下 你看 這裡面 有沒有多了一個 綁字點 有沒有 那 以往 你要做這件事情 尤其是不是正面的時候 你是比較難做 為什麼 因為我要把它複製到這邊來請問 他的大小會不會比較大一點 角度也會差一點喔 所以你看喔我在這邊 我這裡放大一點 好 然後 這裡 移過來一點 好 今天我一樣在這邊 這個 你看我移到前面有沒有感覺 已經變大了 我往後退 有沒有感覺越來越小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樣有沒有比較人性 好那如果我要放在這裡 我就找那個角度 跟他 有沒有那個 跟他一樣的 好到這邊 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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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一下 畫一下 各位 你有沒有感覺這樣比你 之前 做來得容易一點 所以這裡一樣有紡織印章可以用啊 所以修圖為什麼不能用 消失點修 可以而且你會發現 如果你是有這種 空間的透視角的 用這種方式做 來得容易一點 那我剛剛用的是直接紡織 那如果你有修復的話 你看我把修復打開 那就不一樣了 比如說我們發現 這裡 你有沒有感覺到這一塊好像跟別人不一樣 對不對 那你要修復骨蹟 怎麼辦 你可以直接把旁邊這個拉過來 但是呢 有時候我們希望說反正你修復了可是一定會有些痕跡 那你可以就是你看我刷一次給你看 我先定義 我還是按住order 我去定義你要從哪裡去 綁織他的內容 我從左手邊 好定義一下在這裡囉 所以 你看我刷過去 如果平常我們這樣刷過去 像這樣刷過去 他是不是就直接複製過來 可是你看我放開之後 他有沒有跟我們原來的又做一些融合 那因為我現在綁織的範圍比較近喔所以他 他只能就是複製一點點而已 複製一點點 複製一點點 所以你知道要怎麼做數位修復了嗎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 你可以選擇就是完全綁織就等於是直接蓋上了 也可以把這個修復打開 那他就會跟原本的背景 做一些融合 這樣都OK 因為其實說真的我們在電影裡面 或者是戲劇裡面 還是海報啊常常都會需要這樣子你可能需要修 那你就可以用這種 方式呢去修照片 因為很多照片他是建築啦或者是背景他其實這樣不是 完全都是正面 你有後視角的我們用消失點 你會發現比較好做 這樣有沒有了解 你看我按下確定 我們剛剛做的 因為我們都獨立在一個圖層裡面 所以他的好處是你看我關掉這就沒有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要 獨立一個圖層來做 這樣效果才會比較好 OK 那 除了這個以外 可不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 也有耶 我再講一個 如果你今天 我們看一下 好吧 這個 在這裡 如果我覺得 這個地方 這個有一個叫什麼管 雅醣管 好那雅醣管我想要把這個字 可不可以紡織到這邊 可以 那我們紡織印章 我記得 我們這裡還有另外一個 筆刷 看一下 他有兩種 這邊沒有 抱歉抱歉 我把它記錯了 因為 我們如果是另外外面的工具 他有一個牛仔褲補丁那一種 我們就可以用 選的 但是這裡 沒有 OK 所以 基本的 這種 盒子的 或者是像這樣 後視角的 修飾 就可以像這樣做 好 來吧